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你到底要扯几次 这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害怕 我们上课的教学楼 厕所和教室是两栋楼 用一个十米左右的走廊将它们连接起来 因为走廊不是很长 所以没有灯 一楼的走廊外有两个坟 没有墓碑 据说当时学校修建教学楼的时候 一家姓张的住户似乎不肯搬走 最后政府出了面 答应他们绝不移动这两座坟 他们才肯妥协 那个时候 我们班有个教学二的同学 学习很刻苦 但是成绩不怎么好 每到晚上都是自习到最后一个才走 七中考试的前一天 他照常在教室里自习 除人拉肚子 于是他赶紧跑去厕所 爬到一半的路程 感觉马上就要拉出来 刚好走廊那边又没有灯 于是他就干脆在坟边解决了 刚擦完屁股准备起身 肚子又疼了起来 于是他只好又蹲下 除人他觉得屁股痒痒的 他想可能是草吧 于是用手一抓 但是怎么扯也扯不断 于是就往旁边一扔 但是屁股又痒痒的 他还是用手一抓 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响起来 你到底要扯几次啊 我好疼啊 这声音把雪儿吓得 个腿都软了 像赞但是赞不起来呀 额头背后直冒冷汗 他缓缓把头往后扭 出了两个坟包什么都没有 他刚刚松口气 以为是自己吓自己 结果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往后看什么呀 我在你的下面呢 雪儿坐下回过城了 提了裤子就跑 一直跑到俗色 他想这下总没事了吧 结果可怕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 雪儿回头一看 一个头 飘复在空中 他的头发很长很长 其中几缕就在自己的手上 哇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鬼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下午两点钟 不见不散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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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